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怎么练这个三头肌 做这个Tri-Set Extension,就是三头肌的伸展运动 那我现在先用这个Freeway的Easy Gun Easy的杠银跟这个Cable 跟懒成来跟各位示范一下 那提醒各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重点在哪里 我想说,因为我网路上 在台湾,大概每天大家都在讲握推啊,应急啊,蹲急啊 好像所有的健身运动,健美运动只有这三个动作 其实不是,各部位的这个动作很多 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Tri-Set 三头肌,长头跟这个短头 这两个肌肉要怎么练,特别是这个练这个长头的时候 第一个我先各位示范一下,用这个杠银 用Easy Gun 一般来讲,Easy Gun做这个三头肌的话 一般都是很多人都会做90度 那90度的话,你这个手一伸直以后 会整个骨头一伸直撑这个重量 所以肌肉可能没有办法,肌肉这个时候会休息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斜斜,保持斜斜一个角度 就是手肘往这个头顶的方便稍微有一个角度 你上线的时候手肘,这个手肘是斜的,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个是骨头认称的重量 所以做这个动作应该稍微有点斜度 稍微15度,15度,下去,在这里,这样 这样,这个动作,这样,不可以这样 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差一点,这样效果会比较差一点 稍微往前面一点 就是easy gun 那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用这个 用这个cable cable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这样做的话 这样是手是直的,跟身体呈90度 跟地面呈90度,这样的话效果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你要稍微这样,斜差不多15度 斜15度,斜15度,斜15度,这样 这样你的三重肌会不断的continuous tension 就是会,这个脏力会在,肌肉的脏力 保持肌肉的脏力 你如果这样90度,这个手臂跟地上沉90度的话 手臂这个肌肉的三重肌很容易吸息 所以你要沉差不多15度 15度到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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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些cable的做法不太一样 跟各位示范一下怎么练这个三国一菜水 好,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